各位,今天繼續講講此皇帝出巡。 出發那天,百官和徐從人員之中,有上卿參謀大臣蒙毅, 左丞相李斯,眾居府令趙高,和此皇帝的世子胡亥。 出了涵谷關,在三川郡稍作停留。 三川郡的郡獸就是李斯的大兒子李游, 他是設宴接代,由李斯和蒙毅來陪宴。 蒙毅問李游郡裏的糧食生產情況如何, 李游就答,勞力緊缺,不如以前。 此皇帝覺得奇怪,他問,三川郡地少人多, 為何更緊缺呢? 唉,婦女老友就多,請壯年都去腹腹了。 此皇帝聽了就不是多開心, 第二天,就離開了三川郡,繼續南行。 走到南洋,此皇帝突然想起第一次北巡的時候, 那些百姓狂熱到不得了。 現在來到南洋也算是熱鬧的地方, 不如又是接見一次鉗手, 讓蒙毅看看鉗手是多尊敬我, 多熱愛秦國, 並非他經常對天下形勢都沒有信心。 扎定主意,此皇帝就叫趙高去存旨, 要在南洋休息一日, 凡是願意來進見的鉗手都可以來進見。 趙高問, 用不需要遠靈招集一些人? 此皇帝說不用, 凡是願意的我都想見, 於是趙高就去布置。 翌日, 原定是早飯之後接見的, 怎知沒有人來, 於是就叫遠靈打拿通告, 叫人去衙門廣場那裏尖養聖養。 好了, 日過中天, 此皇帝紅心勃勃, 整好而容, 坐著一輛黃車, 就由李斯蒙毅陪同來到衙門廣場, 怎知下車之後, 見到廣場上面站著就不到兩百人, 而且都是老人和小孩, 稍為年輕一些的, 都是在做事臨時被人趕來的。 見到此皇帝他們入場, 就不是說歡呼, 找些熱情看看都沒有, 大家都是愁眉苦臉, 沒有些笑容。 等李斯蒙毅陪著此皇帝上了高台的時候, 院令又出來對百姓說, 這位, 就是大秦始皇帝了, 今天出秦路過這裏, 等大家尖養一下姓容, 大家行禮。 院令講完, 這裏, 那些老百姓還像牛了一樣。 院令又是叫, 跪下叩頭。 老百姓叩頭, 叩頭叩了, 但是不懂得起身。 此皇帝就叫他們起身, 他說, 起身, 這十幾年來, 你們, 一, 不用打仗, 二, 不用出兵, 日子, 好過得多了吧。 啊, 下面沒有人反應。 此皇帝又說, 收了馬路, 天下長通, 收了長城, 就不怕胡人入侵了。 你們以前, 連見都沒見過東郡的海魚, 現在一樣吃得到。 以前沒著過齊國的彩醜, 現在都著上了。 下面還是沒有人表示高興, 此皇帝覺得好掃興, 臉色都沉埋。 趙高遠遠見到這麼難堪的場面, 馬上就走上台, 跪在此皇帝面前, 他說, 奴才趙高請求陛下, 發給盜會的前手, 每人雙十錢三文, 由縣衙門開支。 此皇帝本來, 都不知道怎麼下台, 現在趙高來救家, 真是求之不得, 就答應好, 趙高便站起來, 對百姓說, 今天, 來這裏尖拜皇帝的, 每人上商十錢三文, 大家快點感謝皇帝, 祝願長生不老。 嘩, 這幾句說話真是美, 全場立刻高呼長生不老, 一時間就熱鬧起來了。 趙高呢, 趙高呢, 於是吩咐阮令, 去著情賞賜, 沒有來見皇帝的, 就不給了。 那用了多少呢? 就說, 等以後官娘那裏扣, 阮令當然不敢說不答應了。 趙高又是叫此皇帝快點走, 說遲下就不安全了。 於是, 李斯蒙藝就陪著此皇帝, 快點離開了廣場了。 這一魂, 此皇帝雖然被趙高解了圍, 但是心裏面, 受到好大震動。 他已經體會到, 現在的老百姓對自己的感情, 就已經不是十二年前那時那樣了, 已經降溫了。 他好像從夢中驚醒那樣, 覺得蒙藝的憂慮就不是沒有原因的。 於是, 從南洋出發之後, 他就叫蒙藝坐在自己的車上, 退心自覆地去探討目前的處境。 蒙藝每到一處地方, 注意的就不是風景和美色, 而是生產和文情。 一路上, 見到荒廢了很多農田, 他就指著對此皇帝說。 陛下, 古時所謂民以食為天, 百姓個個都是要吃飯的, 沒有飯吃, 就什麼事都做不成的了。 那天在南洋, 陛下接見鉗手, 我仔細觀察過了。 那裡站住的兩百多人, 都是面黃機壽, 壽眉苦臉, 一點熱情都沒有的, 為什麼你知道嗎? 因為十二年來, 都沒有從陛下的身上, 得到過歡樂和幸福, 又叫他們怎麼產生感情呢? 後來趙高賞錢給他們, 他們就活躍了, 就說明統一之後, 陛下賜給他們的, 都不及三文雙十錢。 南洋是這樣的, 普天之下都是這樣的, 真是令人憂慮啊。 嗯, 外兄, 你一再說努力不足, 我總覺得努力, 就不會說不足的。 陛下, 統一六國之後, 六國的戶口賊, 我都查核過了。 當時全國的人口就不到兩千萬, 除了婦女老幼, 真正投入農業生產的, 就不到五百萬人。 但是我們修長城, 調了七十萬, 修馬路又調了一百萬, 離山墓七十萬, 建工室五十萬, 只是大數就是二百九十萬。 還有調了去北方和南方的。 現在農村, 就只有二百萬人左右在這裡種田。 怎樣種得好呢? 一個人, 要養十個人, 怎樣得行啊? 此皇帝, 又一次接觸到這些鐵的事實, 真是不到他不怕啊? 他說, 外兄, 這筆帳, 為何你不早點算給我聽呢? 閉下, 怎麼說呢? 好像, 我說很少商人做生意了, 趙高就說是價錢問題。 我們這次經過這麼多郡縣, 就證實, 真是沒什麼賣了。 帝下以前還說我不如趙高, 我們作為臣子, 見到什麼就儘管說的。 聖上不采納的, 我們都沒辦法的。 你兩兄弟的忠心, 我幾時都沒有懷疑過。 從來都沒有說將你們, 和趙高來對等相待的。 他是浪人來的, 怎麼可以和你們比呢? 兩個人傾下傾下傾下, 一望無際, 風景真是異常壯闊。 但是此皇帝呢, 他心水不靈, 沒有心情欣賞這些自然的景色。 心裏面, 一天就想著那個一個人種田, 養九個人, 這個實際的問題。 此皇帝的性格, 向來都是這樣的。 如果心裏面擺著一件事, 就一定要盡快辦妥他才安樂。 現在怎麼辦呢? 如果停下離山墓的工程, 那麼多年的工程呢, 就等於白費了。 建的宮殿如果停了也很難辦, 長城就已經收好了。 但是文工呢, 又調去收席到。 那麼去哪裡找人種田呢? 蒙藝是說得對的。 只有農民富起來, 糧食多到不用休了, 那麼日子才會好過, 市場才會繁榮。 唉, 怎麼辦呢? 此皇帝雖然心事重重, 但是他都沒有表露出來, 還是擺出一副為我獨尊的大模大樣。 從雲夢到九兒山, 此皇帝因為心情不好, 就沒有上山。 只是在山腳下看著, 見到很多不同樹, 山上周圍翠竹蒼蟲, 就帶著中朝臣向九兒山捉土。 完了之後, 就渡江過丹陽, 入乾塘來到浙江。 誰知, 就遇著江上帳朝, 狂風巨浪, 就鋪天蓋地地打過來。 嘩, 真是好得人驚。 這晚, 此皇帝在行宮裏心情彷彿, 錯又不是, 走又不是。 這陣子, 而, 涵陽有人送公文來, 其中夾著一封信, 是寒丹寫來的。 他拆開看看, 信是這樣寫的。 趙政, 涵陽一別又十一年, 只望天下太平, 人民安居樂業, 誰知大興土木履動工程, 天下勞力盡歸涵。 我家, 喜旺死於修馬路, 喜溫死於離山墳, 喜良夫婦死於長城, 家裏就剩下我一個殘廢人和守寡的媳婦了。 他拉來種田, 扣除官娘之後, 一家兩口難以溫飽。 不僅止我一家人, 天下都已經是這樣了。 你年已五十, 什麼事都該動了。 十二年來搞到這麼慘, 不是說全千年萬世, 怕三年天都難捱啊。 是不是大臣不中容啊? 還是被美人迷住了呢? 我聽說, 你的長子扶蘇很好, 年已三十了, 快點讓他出來治理國家, 修回人心吧。 或者, 還會有得救的。 你只會打天下, 不會治天下, 事實也是這樣。 無謂再爭著做了。 喜歡就玩一下, 喜歡就吃一下就算了。 念及舊情難忘, 以赤子之心相告, 如若動怒, 身頭以待, 來斬好了。 你的五個梵君。 各位, 這封信寫得真是不客氣了, 夠了坦白。 我想, 除了跟他一起玩大的梵君之外, 真是沒有人那麼夠泡。 此皇帝看完之後, 英雄落淚, 流到啪啪聲。 他使人馬上叫蒙毅來, 把封信交給蒙毅看。 蒙毅都未曾看完, 就已經淚如全湧了。 看完之後, 他問為什麼有個這麼好的舊友, 都不接來咸養, 說信裡面寫的都是實情, 千萬不要責怪和懲罰他。 此皇帝就略略講了一下自己和泛君的關係, 說是四十年前的朋友, 自己實在是愧對故隱。 那樣, 蒙毅就說, 我不敢說閉下不識治理天下。 但是在過去的十二年中, 確實是做錯了一些事。 將對拳手的關心, 只是怪口頭上。 實際上, 令他們太過勞苦, 太過傷心了。 如果能夠接受泛君的建議, 讓符蘇出來改言逆切, 目前看來, 都算是個最好的辦法。 陛下, 都已經連過半百了。 少些憂心國家大事都好。 請陛下神師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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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岸兄, 那, 那我就會受他人恥笑了。 講完, 兩河眼淚又似巴巴聲流下來。 但是, 蒙毅這一世人跟著此皇帝, 都未曾見過此皇帝流眼淚。 事因世界上的事, 沒有一件事可以壓服得到他。 現在, 在無情的事實面前, 逼得他流眼淚了。 事業的失敗, 是最痛苦的。 更何況是自以為天下無敵的此皇帝呢? 蒙毅就說, 陛下, 誰敢恥笑呢? 如果大殿下出來, 很快便扭轉大局。 秦的江山, 仍然是穩如盆石的。 過去的失誤, 亦就填平了。 誰都不會看出破綻。 假如再拖延下去, 陛下, 又不要朝令夕改, 那就會越陷越深。 那時候, 才會真正被人恥笑。 嗯, 好, 好啊, 外兄, 庭人, 我就用別的名義派你出去, 你去接扶蘇回去咸陽, 等我回咸陽之後, 就將郭靖交給他打你了。 好, 請陛下歡心, 不別憂慮。 我們是為長遠才擔心的, 目前的江山, 不會變色的。 此皇帝, 此皇帝, 好凌重地點了點頭, 蒙毅就回去出去了。 翌日, 此皇帝召見趙高, 他說, 這陣子, 我神思彷彿, 發了些惡夢。 昨晚,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, 當時, 我去過一次上郡, 去過神縣, 最後就不記得了。 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呢? 趙高這份人, 歷來都純粹推周, 奉迎拍馬。 他就說, 是啊, 肯定是肯定是, 雖然陛下歸為天子, 但是, 神令還是不可以觸犯的。 是啊, 所以, 我想派個親臣去代我還原, 你去好嗎? 趙高一聽, 急到整頭大汗, 現在是在南方, 稍時之間轉頭去北方, 山長水縣, 好辛苦的, 別搞了。 加上, 如果自己不在這裏, 胡亥跟著蒙毅和李斯, 就說不來會做出些有手尾根的事出來。 但是, 王命難為, 又是為了皇帝的健康, 還將自己當成親臣, 真是很難推辭的。 趙高這份人真是聰明透頂, 他瞪一瞪雙眼, 就有辦法了。 他說, 陛下的差遣, 本來, 應該是萬死不辭的。 但是奴才, 替代不了陛下的。 為什麼? 奴才是閹人, 神靈前面不配主制的。 哦, 那叫誰去好呢? 成相官位是最高, 最合適是李斯。 哦, 我遊覽明星, 離不開李斯的。 他一走了, 就沒有人寫得很悲聞的了。 那本來趙高, 就很想知道蒙毅去的, 因為他心裡最討厭蒙毅。 但是這一次出來, 見到此皇帝和蒙毅, 形影不離, 所以又不敢提他。 現在說李斯就不能去, 那就不怕提了。 他對此皇帝說, 既然成相不能去, 就只有辛苦蒙大夫去一趟。 他身為上卿, 輔助陛下, 就最合適了。 嗯, 好了, 那你就叫他去代我還原。 於是, 趙高就立刻去向蒙毅傳旨。 蒙毅辭別皇帝, 立刻起程, 我們就暫時不講他字了。 講講此皇帝, 他帶著文武百官離開浙江之後, 就向西走, 來到回溪山, 剛剛到山腳, 就見到一隻大石頭船擺在那裡, 船上坐著那個老人家, 白髮銀鬚, 十分之悠閒瀟灑。 此皇帝指著那隻大石船, 問李斯是不是真是石船來的。 李斯就答說, 石頭就不會是船, 因為石頭浮不起的。 怎知那個白髮老人聽到之後就說, 誰說不是船的? 是大禹王的船來的。 此皇帝立刻問, 你叫什麼名字? 是不是本地人? 我叫白兄, 今年九十二歲, 是本地人, 是大禹的子孫。 哦, 這隻船是大禹的? 那它是怎樣浮在水面的? 大禹是神聖天子, 自然有神力相助。 鎮宅的山, 它都搬得到, 賀壽石頭浮不起。 這隻石船, 是夠大禹出來這裏的。 哦, 那怎麼夠呢? 講我聽一下可以嗎? 行, 大禹職位之後第八年, 它下了一道命令給萬國諸侯, 定於某月某日來到苗山大會。 它也就離開了都城安邑, 先到紅衣山, 再到黃屋山, 然後就到泰山, 行風蟬禮。 後來拍了苗山大會的日期, 就帶著屬下的禮官, 楊帆直洗苗山。 誰知道, 到了浮肉山附近, 大雨坐的船就爛了, 所有的人都掉下水, 沉了下去。 幸好碰到一塊大石頭, 突然之間, 那塊石頭竟然慢慢就浮出水面, 好像一隻大船一樣, 載著大雨它們, 一直就載到苗山腳下。 第二, 大雨在山上大會諸侯, 朝見完之後, 大雨就拿出一張平時諸侯的功過單, 當場向大家宣佈, 講得十分之精細, 毫無偏差。 諸侯聽了, 沒有一個人不佩服的, 有功的嘉宇掌賞, 有過的就懲罰。 也正因為, 在這裏匯溪諸侯功過的緣故, 故此, 苗山就改為匯溪山了。 那次, 萬國諸侯都來齊了, 就單單剩下一個防風時沒有到, 第三日, 大雨在山頂行完蟬禮, 防風時專門來向大雨挑戰, 雙方就打起來, 最後, 大雨就殺了防風時, 然後就歸天了。 此皇帝聽了之後就問, 哦, 那寡人之功與大雨相比又如何呢? 為下做了一些大雨未做完的事, 可以說建立了一些功績, 但是, 未有來盡得大雨啊。 各位, 此皇帝一向認為自己功高蓋勢, 無人可及的, 而這個自稱是大雨後人的山野村夫, 居然說自己未有來盡得大雨。 你說此皇帝會怎麼想呢? 我聽日自業自講。 我聽日自業自講。 他以為 erzählen, curls指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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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全部又知, 鼻指甲指甲怎麼打香。 看我有兄弟姿, 過去那時候被叫做好了。 感谢观看